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围棋课堂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定势在实战中的应用 好的下面我们来看棋盘 前面几期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小木高挂二间高家的两种最主要的变化 一个是白棋大飞照 另外一个是白棋往下靠 这两种下法是可以说最近一些年 在职业高手的实战当中出现的比较多的 那么当然对于二间高家 白棋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应手 比如说直接简单的往前跳 这样大跳跑得更快一点 甚至还有走在这里 这样很奇特的奇妙的下法 那么还有那就是很紧凑的飞扬 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 这些下法都不如大飞照和靠下去常见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比较出现的比较多的局面 来给大家讲讲其他的一些 可以说是非主流的一些变化 飞棋挂角之后拆 这个是最近比较流行的布局 二间高架 那么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白棋就这么简单的跳一跳 也是被认为是很正常的定式化的下法 那么这个下法可能在现在越来越追求 棋子效率的这个时代呢 这种下法越来越少 因为白棋毕竟先付出了实力的代价 自己这几个子呢 还没有完全的安定 这个黑棋就跟着跳 也就不错 因为这边是黑棋的背景 白棋反攻过来呢 也很难指望取得太大的成效 那么黑棋也还有另外的 可以说更紧凑一点的下法 黑棋拖在这 脱退 比方说黑棋这样下 之后再拆 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 黑棋脚上的实地得到 这边呢 也拆到这个呢 这个字也安定 那么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定式 这样是定式 白棋在这个黑棋已经很安定的地方 怎么连跳两下呢 虽然说黑棋这个字 头位置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离白棋比较强的地方有点近 但白棋在这地方连跳两下呢 总觉得棋子也是效率不太高 所以这个简单跳出的下法 那么现在选择的棋手是相对来说少一些 那么如果跳得快呢 当然头走到前面是它的好处 但是它也有玻利的一面 就是这边黑棋在实际恰当的时候 还能铐断它 黑棋还能把它给切断 这是它棋心比较薄 这是它玻利的一面 那么如果要再补的话 如果要这样再补 那么黑棋再补回去 总感觉白棋这些棋子 也没有走到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 当然也并不是说这个 白棋跳或者这样跳就不行 只是觉得现在可能更多棋手 我喜欢这种对黑棋压力更大一点的下法 那么还有一招 也是曾经有一段时间 也是非常流行的小飞 小飞的话呢 黑棋如果不管是拖哪边 就局限于脚上的话 白棋都是可以满意的 这个白棋越走越厚 黑棋这个二间这样起不到很好的效果 那黑棋最强的下法是铐断 铐断 白棋虽然可以真吃 但是如果现在真吃的话 黑棋是很满意的 我们给大家讲过这个大飞之后 黑棋靠 给大家讲过这个变化 大飞之后黑棋靠出来 白棋半黑棋顶 这也是曾经有过的 在几十年前的 在几十年前的这个日本高手的实战当中 一度认为黑棋这个隔了那么大的实地 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呢 现在的棋手越来越觉得白棋这个棋型非常的厚实 但是这个棋子如果放到这儿 我们刚才小飞的这个位置 那就这个判断大不一样 放到这儿呢 眼型很丰富 这块棋基本上可以认为很厚 放到这儿呢 这个本身是一个鱼形 它的眼型也差多 而且将来就唯空的角度来讲 黑得一飞 白棋还挡不住 挡住得搬出去 在这儿呢 刚好可以靠住它 那棋即使大飞的话 白棋靠断完了 打也可以把它封进去 所以这两个棋子 大家请注意一下 这个对于高手来说 这个一路之差还是差别很大的 放在这儿是个鱼形 没有眼型 唯空也唯不住 放在这儿呢 就好得多 它眼型也丰富 棋型的这个 不但眼卫足 将来唯空 它也有希望把这一带 更有希望把这一带给围上 那么白棋争吃 这个不好 最顽强的手段呢 是长这个 这个之后呢 黑棋跳这个是棋型 这个变化呢 也是非常 将以后的战斗 今后的战斗 也会非常复杂 因为如果 比方说 跳这个的意思呢 是呢 下一步要压住白棋 白棋出头 比方说 黑棋如果选择 比较简明的变化 鼠挤一下 再挡 把白棋这两个子 吃死的话呢 就算只能吃死白棋 黑棋也并不见得便宜 所以呢 黑棋这一挤 所以黑棋要沾上 之后呢 白棋当然要活动 这两个子 这个之后 会形成 黑棋呢 有挡和拐 两种想法 也会形成一场 非常复杂的战斗 因为这个小飞呢 现在 选择的棋手不多 还是觉得有一点 白棋有一点勉强 稍微有点勉强过分的感觉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不 不为大家 就是 再讲解 因为这个变化 也非常复杂 那么我们还是 留出更多的时间 大家介绍 其他的一些 更常用的 最近比较常见的 一些新病史 但是大家需要了解的是 这个也是 会导致混战的一部 非常激烈的起 那么 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 普通的定时下法之外 还有这个 在实战当中 也可以就是 每个棋手 他有自己的 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见解 也可以根据这个 实战的 不同的局面来 发挥一些 可以说有创造性的想法 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局面 现在这个局面 或者黑棋在这里的局面 就曾经 高手呢 曾经有过 这样的实战 我印象当中 白棋 白棋是理事实战 这样的实战 类似的场面 白棋走在这里 这个 定式化的下法 它是根据这个局面 H的一种变招 走在这里的意图呢 他 就把这边的情况 把这个子看得比较轻了 今后呢 他黑棋如果来加工的话 白棋脱退 这样大致是先手 这边一脱 它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 黑棋斑的话 白的可以断 白的可以切断黑棋 基本上就可以说 白棋这边获得蓝底 黑的打得长的话呢 白的就 就拐吃一下也可以 白棋将来 看实际有这个脱过的手段 那么黑棋呢 阻止白棋度过 黑棋阻止白棋度过 白棋拆二 这个子当然需要安定下来 被阻度之后再加工 这个明显就是一个 固棋了 那么白棋拆二 拆二之后 在这边挂过来 对黑棋那边的这个正是 损伤也是很大 那么黑棋如果硬一个 当然也可以考虑硬在这 如果普通硬一个的话呢 白棋再来这边活动 比方说有这样的 拖 黑的如果斑呢 白棋退 之后再走出来 这样呢 白棋在这边安定了之后 黑棋这两个子 还没有充足的眼位 还是枯齐 这样白棋这块 当然也没有完全安定 这样将来形成在中复的战斗 但是白棋这个拆二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还是非常满意的 本来那边是黑棋的一个 可以发展的模样 白棋在这里摆个拆二的话 自己也安定了 完全限制住黑棋那边的发展 这盘棋的实战呢 黑棋是斑断 斑断 这个时候白棋下的也很有意思 还是挖 如果了解一点 这个一间低价定式的观众朋友们 看到这里多一个字 少一个字 好像对白棋没有什么影响 黑棋现在呢 如果断吃的话呢 白棋立 黑棋可以吃掉这两个字 但是吃掉呢 并不便宜 白棋打一下很舒服 把黑棋打成鱼形 然后再吃掉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一间低价的定式呢 本来这个字应该放在这 放在这呢 黑棋更厚实一些 现在放在这呢 几乎是一个废子的位置 典型的鱼形 白棋将来 这个尖线手 这个柴儿变得更厚 为了如果不及时挡掉的话 被白棋拐在这 黑棋的木树还要受到很大的损失 因为还要吃一手 白棋这个拐是有相当大价值 价值相当大的一个关子 黑棋往这走一个呢 完全是废子 这个黑棋不能满意 所以这里虽然黑棋能吃掉 但是并不便宜 那么 那么 黑棋往下打是比较好的选择 这时候呢 白棋要注意 白的不能粘 粘的话被黑的挺出来 这里虽然是可以断 但是断完了 断完了 黑棋的话呢 黑棋这两个子还是走在要点上 白棋这四个子被断开 比较难受 那白棋这时候呢 正确的次序是 先打吃 最后黑的只能力 如果提掉 就被白棋提掉了 白棋太满意 因为黑棋这个子又放在了一个 没有多大用处的位置 黑棋本身已经很厚了 在这个地方走一个子 扣上加厚 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呢 白棋现在打出是好次序 黑棋只能力 那就白棋再沾上 白的再沾上 这样的话呢 黑棋 只能委屈的走在里面 那如果往外拐的话 它并不便宜 白棋就简单的跟着长就行 黑的如果 黑的这里有两个断点 再加上白棋立先手 黑的补起来很麻烦 如果是这么吃掉的话 外边还有断 如果补在外边呢 这个里边有 把白棋这个拐 又是先手 越走越厚了 甚至白棋 这些都是先手 因为这个 这一类的都是先手 这一档就把黑棋给吃掉 如果还补在这呢 白的一拐 还是先手 黑棋走这个 把白棋越装越厚 往这拐 没有什么好处 如果再跟着爬呢 白棋现在先手切断 这跟刚才这个黑棋 挺出来的情况相比 就有非常大的区别 黑棋被打到二路去了 而且还跟着爬二路爬了一堆 这个黑棋肯定是 很亏的 所以呢 黑棋的本手 还是补在这 那白棋现在先点 是先手便宜 这段是先手 所以黑的只能粘上 白棋再打 之后呢 再拆散安定下来 这个也是一种 可以说 白棋一种 随机应变的一种说法 黑棋加工的时候 白棋反加 利用这里 有一个拆二的空间 先把上边黑棋模样 限制了 又在这边安定下来 也是一种很灵活的下法 虽然应该说不是定式 但是呢 是高手在实战当中 一种非常灵活的选择 在这儿 给大家 介绍给大家呢 也可以 为大家提供一种 这种 比较 比较发散的 这种灵活的 这种思路吧 那么类似的情况 再给大家摆一盘实战 那么这盘棋呢 是两位 两位 中国的职业高手下 黑棋呢 是流星 白棋是年轻棋手 翻运落 高挂 二间高架 这个是我们要讲的主题 在这个局面呢 白棋还是选择了反架 黑的 阻断白棋 白棋拆 黑棋小剑 逼入白棋 白棋赶到这两个子 受到压迫 有压力了 如果不走 被黑棋这么 走过来 黑棋越走越强 白棋呢 受攻 白棋下得很沉稳 先把这个拆二补后 同时呢 对黑棋这两个子 也是一种威胁 黑的现在 当然最安全的下方呢 是拖过 但是这个拖过 也有它不满的地方 白棋就拖先占大方 以后呢 白棋根据情况可以 比如说顶了扳的利用 或者什么二路托之类的 甚至还有这个 扳完打了贴 甚至还可能火脚 局部呢 黑棋立这个 再挡 白棋局部呢 也没有活干净 如果不靠这个一路扳的话 也没有活干净 但是毕竟 黑棋走了半天 这个角上 至少 至少还留有一个打结核 这样的话呢 外边 还有活动余地 黑棋没吃干净 这个也是黑棋不满的地方 如果要再 再为了巩固这个脚 再补呢 感觉虽然是很厚 但是速度非常的慢 我们可以看到 欣慰加大肥手脚 加扎钉是很正常的气形 白棋这个呢 确实是亏损 但是黑棋往这里放一个子 这个子的效率比较低 这个 黑棋速度比较慢 这个应该也不是直黑的流星 他喜欢的风格 所以黑棋呢 实战是飞起来 这个 这一代双方的下法呢 不是定式 但是呢 体现了 都不对 这个 在实战当中 可以说是 一种双方很有意思的构思吧 白棋在活动这个子 再靠出来 白棋退呢 有这个 足度的意思 避免黑棋在这里渡过 退 黑的如果跟着硬 不管是虎还是长 白棋再长出来 黑棋这两个字也 受影响 也是一块枯起 黑的往外跳的话 白棋拐出来这样作战 也很难说 黑棋就有力 那黑棋 不干湿入 先把这个头 打进去 白的夹 黑的冲的话呢 白棋吃 把脚吃掉了 这个黑棋整个 虽然外边 可以走一个外尸 但是落空 这个外尸 没有太大的用处 所以虎下边 白棋打吃 先手之后 这一虎 这一虎 剥了这个子呢 下一步要冲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黑棋如果要封锁白棋 白棋从这冲出来 这一段呢 被 扑死了 如果走这个呢 白棋打吃 是先手 粘的话 被一拐 黑棋脚上没货 挡背一提呢 外边留着截 这个太恐怖了 黑棋承受不起 那么 所以黑的需要补齐 白的出头 黑棋提 黑棋提一个考验 白棋 白的如果这样补断 黑棋再贴出来 黑的这边非常厚实 白棋在这边毕竟是损 那边又逃出去 这个当然黑棋可以满意 但白棋现在下得很强 压住 黑的切断 白棋呢 打吃 跟黑棋杀气 这时候连斑 看起来是手劲 但是被黑棋 延气之后再断打 白棋不行 所以要立 立完之后呢 扳是杀气的要点 黑的如果跟着走呢 白棋扳到脚上 气是非常的长 给黑棋这时候扳 挺住气 白的如果挡呢 黑棋有手劲 这里挖 那么 白的如果打的话 黑棋可以是这个 可以连半 连半 白棋撞了气 如果再吃 黑棋打吃 这个 沾不上 打这个呢 可以得有打结的手段 这边有结材 这里有打结的手段 白的如果为了长期沾上 黑棋再战 这个 扳了 扳已经把白棋给收进去了 把白棋吃掉 黑棋先打吃 下沉了一个这样 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这个呢 是 可以说体现了两位 棋手的 这个 很精彩的思路 这个不是什么定势 但是 这个变化很有意思 介绍给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说 下棋的时候呢 并不一定非得按着定势来 只要构思的合理 也可以下出非常精彩 非常巧妙的棋 那么我们 再来总结一下 之前所讲过的这个 二间高架的一些变化 小木高挂二间高架 这个变化呢 可以说是 不只是最近 不只是最近一些联合流行 几十年 几十年来都是 棋手们研究了非常多的一个布局 一个定势 那么 白棋这叫大飞 这叫村镇腰刀 之后黑棋靠出来 会引发非常复杂的变化 比较老的下法是定 当然现在也还在使用 比较老的下法是定 定呢 我们简单的总结呢 关键在于 还是跟针子有关系 如果这个下法 白棋针子不利 虎在这的话 局部黑棋是可以满意的 白棋稍稍稍稍感不满 那么白棋针子有利之后 可以立下来 这个地方呢 就会变化 就比较复杂化了 我们大致摆一个这样的局面 如果是这样的局面 黑棋切断 白棋打下去 黑棋小键 这些应对的必然性呢 我们在前几期给大家 还是比较详细的讲解过 针子 白棋针子有利的局面 那么 这个变化的格式呢 主要看黑棋 主要取决于 黑棋引针的严厉性 比如说白棋一个单心位 黑棋引针 这个 应该说就不够严厉 如果是三三 黑棋引起针来 就强多了 那么 比如说这样的局面的话 黑棋这个靠过来引针 下一步再冲下来 这个力度也是非常大 白棋这两个字 被黑棋一刀劈开 损失也是不可小看 那这样的局面呢 应该说黑棋还是 即使针子不利 也是可以占 那么这里白棋 作为白棋来说 还需要注意的变化呢 就是 黑棋 在针子不利的情况下 也要提防黑棋弃子 黑棋先从这边占便宜 再铺一下 再从这边 把所有的便宜都占尽之后 黑棋就算不引针来弃子 这个黑棋也不失为一种很有意思的下方 那么但是白棋对这个棋型呢 它可以有反击 白棋尖出来反弃子 黑棋为了 这里已经有个字了 黑棋为了吃掉白棋 不得不在外边捡气 这样呢 里边虽然可以吃掉白棋了 黑棋复活了 把白棋反倒吃掉 但是外边损失很惨重 这个图呢 白棋也是反棋子 白棋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白的很厚实 一般人为白棋不错 那么主要要了解这个 有关针子的这一系列的变化 那么 大家还需要了解的就是 最近比较流行的这个 白棋直接单拖的这个变化 我们也给大家 做了一下介绍 白棋直接单拖 那么黑棋 黑棋跳在这里 还是棋型的要点 白棋斑 黑的断 白的利 弧 是很大 价值很大的一手棋 打车是先说便宜 之后打车 黑棋长 这种的白棋 可以考虑拖线 可以考虑拖线 这个也是 最近一段时间 很流行的一个变化 那么白棋单拖 也被认为是 也被认为是很不错的一手棋 尤其呢是在白棋贴完之后 针子不立不敢往下立的局面 这个拖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么 对付黑棋二建高架 白棋这个靠下来 那也是 最近一段时期 棋手比较常用的一个下法 黑的 基本变化呢 是会下成这样 白棋把黑棋挤压到二路 之后呢 自己安定下来 白棋自己安定下来 那这个也是一个基本定式 双方都可以接受的 白棋很扎实 但是黑棋呢 感觉这边先手占了便宜 而且速度相对来说要快一些 那么 除了这些常见变化之外呢 当然 围棋这个 围棋是很 很奇妙 很复杂的东西 大家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发挥 我们讲过这个 反加 就是 为了向大家提供一种 这个 可以说定式之外的 不同的思路 下围棋呢 不一定要 非得按着定式去 按部就班的 照着走 关键是 不同的局面呢 只要 你要根据这个 起理 对自己 对起理的理解 做出相应的变化 那么 关于这个小木 高挂 二间高架的变化呢 我们就 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的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从下一期开始呢 我们 开始为大家介绍 另外的定式变化 好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